红黄闪烁灯光中 用二舌轮车载运者的 就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今年最自豪的军武成就 火星时期洲际弹道飞弹 在北韩国宝主播李春姬 铿锵有力的旁白和磅礴配乐下 北韩把火星时期的试射 拍成电影大片 就连士兵按下发射钮的呐喊 都带着夸张音效 发射瞬间至少出动了 五部摄影机 多角度呈现 强调这枚飞弹威力惊人 新用大陆冠军弹 发射波17强 发射成功后一群官兵们 促拥着金正恩 外界推测这群人 就是北韩首度曝光的核武部队 而这火星时期 北韩更夸口 是地表最强武器 说要来一场正面对决 北韩在18号的这一次发射 呛瞎的对象就是以美国为首的 美日韩同盟势力 这逼的日本连两天都派战机紧急升空 日本第六航空团派出了四架F-15 美军也派出四架F-16 日本还公布了F-15战机 当下拍到了飞弹飞过的伟机云 南韩空军F-35A和美国的F-16 也进行联合编队飞行 其中F-35A还执行了 精密导引炸弹的打击训练 精准集中目标回进北韩 美军两架B-1B轰炸机 也重回朝鲜半岛 美日韩如此大动作的反制 就是因为 北韩在当地时间10点14分 发射火星时期 飞弹是到11点23分 才落在北海道的杜岛大岛 以西200公里左右 落在日本的专属经济海域内 飞行时间是69分钟 并以高飞轨道发射 但如果是正常的发射角度 射程可能到15000公里 代表着落点很有可能逼近美国 这可说是北韩今年34次的发射中 最具威胁性的一次 金正恩要展现的不只是在他领导之下 北韩武器的进步 最特别的是这一幕 穿着白色外套 扎着马尾 这一位从头到尾都跟在金正恩身边的小女孩 就是他的女儿金珠爱 圆圆的脸蛋一直笑咪咪的 乖巧跟在爸爸身边 金正恩千金首次亮相 外媒推估他的年纪可能是9岁到13岁间 出登场就是和爸爸漫步飞弹发射场 这当然是经过精心设计 除了让外界看到北韩可能的接班规划外 南韩学者认为金正恩是借由和亲女同框 把自己形塑成国民爸爸的好形象外 还有其他用意 安排子女亮相就是要让大家看清楚 正宗白头山血统的最新一代子孙 也意味着金氏家族的领导地位 不容许他人争夺挑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